中文字幕——YK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恋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柏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徐伟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铭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些基本情况 这位请他 我们结婚七年了 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认定 他是我要托付一生的人 但才仅仅七年 我们之间物是人非 他对我父母的态度很不好 好像我们全家都欠了他一样 在我和他父母之间 他永远都是选择他父母 从来不在意我的感受 以前他对我百般体贴 现在我就像他脚下的蚂蚁 什么事都要听他的 每天这么大的脾气 谁受得了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曹贤是29岁 来自山西公司主任 王女士29岁 来自山西代业 有请 欢迎老妹 结婚多久 结婚七年了 娃多大 娃今年六岁 男娃女娃 女娃 你在家带娃 对 是的 你工作挣钱养家 对 今天来是因为妻子觉得 丈夫的变化太大了是吗 对 是的 我们结婚七年吧 我觉得这七年来 她从刚开始就理解包容 变成现在特别地不理解我 因为我们跟公公婆婆 住在一起嘛 我觉得她有一些余孝 你看这一次吧 我回来娘家 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是为啥回呢 就你说我喜欢买一些吃的呀 零食给孩子 然后取快递回去 我婆婆就在窗户边盯着我 而且呢 还阴阳怪气地说 乱花她儿子的钱 对这个家庭不负责任 我就觉得那也是我老公呀 我和我孩子花我老公的钱 不是天进地义的吗 然后我俩就吵了起来 当时我就要带着孩子 一气之下就要回娘家 结果呢 我公公她就不同意嘛 而且呢 当时把那个车窗给砸了 轿车的车窗砸了 对 就为了不让您回娘家 对 然后呢 她在跟前 她也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说一下那个 因为什么砸那个车窗 当时她还没有驾驶证 肯定是不能让她带上孩子 完了再开上个车走的 那肯定啊 违法驾驶 我当时是没有驾驶证 那我在气头上 过一会儿我就不走了 本来我俩这个气还没消呢 她又完了又浇了 一把油在上面 因为啥 因为当时 不管说我 或者是我父亲 我母亲在那劝 好说歹说 她都听不进去 杀不灵的是因为 实在是没办法了 没有办法 你也不能采取 这么极端的方法呀 再说了 那也是我的孩子 我是她亲妈 我会考虑到 我俩的人生安全 你没考虑 你当时 你连驾照都没有 你就要开车 你本身就没有考虑 反正确实 那天我没走 第二天我就带着孩子 坐了个车 回娘家了嘛 完了回去 现在三四个月了 就前几天吧 孩子不是马上开学了吗 人家回去接我了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还想在我家 多待两天 其实我就是那么 口是心非的 那么一句话 然后人家呢 头也不回的 就我喊都喊不住 就走了 不是说你喊不住 你知道吗 当时我肯定就是 放下我的面子 那你这三四个月 老婆在娘家期间 你去看过吗 去过 没有 去还是没去过 没去 那个中间去过一次 就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 不想闺女 想了嘛 那你就去了一次 好 这个人就翻身 就走了是吧 对 他接着就走了 然后呢 第二天就开学了 完了他又给我 发了一个微信 说明天我去接孩子去 意思是接孩子 就不接我呗 那你说在我心里 我就觉得 说我这个家吧 这已经成了我娘家了 对不对 你说我回去 也不是那么回事 我就感觉我都没有家了 好像 哪边都不是我的家 我出家了以后 大概听明白了 等于现在妻子离家 已经三四个月了 是吧 对 现在回家了吗 没有 还在娘家 对 行 咱再往下梳理 这是跟公婆关系 出了问题 是吧 对 冲突点 就是跟婆婆吵架 丈夫没有站出来 然后小事变大了 是这意思吧 您再接着讲 就我为啥不愿意 回那个家 就我特别压抑 回到那个家里 我就一点自由都没有 你说平时 我就在家里 吃个螺蛳粉 他母亲 等他下了班以后 都得回来告状 然后呢 你说大夏天 孩子留个鼻血 不是很正常吗 结果呢 他母亲就要他儿子 说什么 我不看孩子 我对孩子不负责任 他几乎那个 一些零食了 啥 他就是天天不吃正饭 当饭吃 还有那个孩子 流鼻血 是怎么回事 他在那玩手机 孩子不是流鼻血了吗 那会没人管 那你说 我也是你妻子 你就不能听听 我的声音吗 对不对 你就说嘛 是不是他流鼻血了 你在玩手机 不是 因为我没看到 他流鼻血那回事 还有就在孩子的 这个教育 教育问题又出了 啥问题了呢 你像孩子本身 现在不是六岁多 马上幼儿园要生小学嘛 但是呢 他有惰性 而且他贪玩 他经常就回来 他知道我要抓着他 要学习 抓着他要阅读 完了他呢 就经常就跑到 他爷爷那边 去拖着去 爷爷奶奶吧 就觉得 孩子吃饱喝足 反正碰不着 乖就行了 然后我吧 我就吼了吼他嘛 有时候 我就说过来学习了 他父母就说 怪不得孩子 就不愿意来这边 那肯定孩子 谁对他放松 他就愿意去谁那 完了他父母意思 又是我不负责任了 因为啥 因为那个孩子 每天放了学是吧 回了家 他一直在那 包括手机在那 说他兼职了 或者是玩手机了 你说孩子回来 他是一个小孩 他的有人陪是吧 谁接他呀 有时候我妈去 平常的话都是他去 但是说呢 孩子回来 他肯定得 有个人陪着了嘛 不可能说 他在那玩手机啊 完了孩子就自己 去干别的 我都说了 我那不是玩手机 玩手机 你们为什么 但是你要是 你就不玩手机 你也得分个时间 那为什么 在孩子教育的 这个问题上 你们又嫌我教的不好 完了你们又不教 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从来都是站到 你父母那边 就结婚的时候 不是当时 他父母答应的给我 就是给我三 单独给我三万块钱 嫁妆钱嘛 然后当时家里也可能 好奇地问一下 你们家彩礼要了多少 我们家彩礼就很普通 就要了八万八 还有其他三斤什么的吗 有 你就是说 还要单独三万没给是吧 对 然后去年的时候 我俩不是就买了个车吗 当时经济就比较紧张 然后当时我就要 这个彩礼钱的时候 他父亲呢 结果就意思是说 还要啥彩礼钱 早就给我们了 意思是说 当成生活费给我们了 那我就想问一嘛 父母家吃饭交生活费吗 不交 但是他突然跟我说 早就当成生活费给我们了 难道你家 娶回来一个儿媳妇 难道吃饭 还要要生活费吗 再说你要生活费 可以啊 一码归一码 彩礼是彩礼 你不能说偷话概念 你知道吗 他们就不承认 有这回事 不是不承认 他们已经几乎七年了 是不是 你说我爸妈 你说平常多多少少 他们也帮我们 是不是 后面是 他自己也不高兴 或者是也生气 他就拿上这个出来 说事 但是这样八经 人家我爸给他拿出来的时候 他又不要了 当时他姐姐嫁的时候 当时给我拿出来一次 咔给我拿出来 两万块钱现金 给我就放到那个洗衣街上 我当时就觉得 好像他还带着气那种 因为确实当时 我大姑姐嫁出去以后 我要了一回这个钱 然后当时吧 我就想着 我俩又年龄也小 我就想着 我说爸妈 你们先从着吧 而且我也不想说 人家本身是一桩子喜事 然后呢 这一家子 搞得乌烟瘴气的 对吧 所以人家嫁闺女 你自己要那个彩礼 你觉得合适吗 你在那节点上面就是 你们收了彩礼钱来 把我的那个给我 难免让人生怡啊 行吧 咱们不续到这些事了吧 住在公公婆婆家吗 住的了 住 吃在公公婆婆家吗 对 现在不在了 她和孩子在 但是我一个人 那几年的饭就白吃了是吧 之前在 好好好 所以问题就来了 吃我的 住我的 彩礼钱也是我出的 什么都是我出的 你听我说两句话 不可以吗 然后她娶你的时候 我还给你那么多彩礼 我说你两句不行吗 行 行不就完了吗 我把你养了二十多年了 还在养你 你是像着我 你敢不像我吗 问你 不敢 咱们先把道理说通 娶媳妇是她花的钱吗 不是 房子是她的吗 宅基地可能有她一部分 但是房子是我盖的 对吧 那她不听我的 凭什么听你的 你给她带来了什么 我问你 我养了二十九年 娶媳妇是我花钱娶的 房子是我提供的 什么都是我提供的 我养她 我除了养她 我现在还养我的孙女 作为媳妇的 你为她做了什么 你不是跟我比贡献吗 咱俩比一比 来 为什么她要听你的 咱讲道理 噎着了 所以 如果你公共婆婆 像我这么强势 拿出这套话语体系来 跟你对话的话 你可怎么办呢 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段话 站着 站着 你看没出息样 站着吧 我要是你妈 我也看不惯 养了个什么儿子 对吧 该坚守的原则都不坚守 不该疼的时候 瞎疼 你说你公共婆婆 如果像我这样 魂不讲理 跟你说这段话 你怎么应对 有办法吗 是不是句句都在道理上 对吧 我跟你说的第二段话 你今年多大 29 哪年的生人 95年 哪一年 95年 1995年 出生 的人 愣跟我们说 我出嫁了 我没家了 你妈不是你妈 你爸不是你爸 那咋没家了 你告诉我 你这脑子里都是些什么 他刚才说那段话 我都惊讶了 说我没家了 这多年得在什么地方 这种观念 我吓了一跳 你要靠他养吗 那不就完了吗 挺起腰板 正常说事 失职吗 其实有时候 我自己觉得 也挺失职的 就是这是一个情况 就是在农村 对吧 对 所以要跟父母住在一起 是吧 对 在那个院子里面 对 提过要分家吗 以前提过 后来怎么没分呢 家是分了 但是说那两家 还在一个院子里面 但是我可知道 农村如果家分了 就分得很清楚 你们去人家吃饭 得交钱的 所以是假分是吧 对 所以日子还是在一起过 对 他不工作 到底是谁定的 你们俩商量了吗 他以前他也走过 不太稳定 所以就一直在家里面 带娃了 今天你来的抱怨 核心的抱怨 是你丈夫 在婚姻当中不作为 你用的词叫 是叫余孝是吧 对 那你是怎么规划 和打算的呢 我也不知道 怎么打算 那你得打算啊 我每一次 您都29岁要30岁了 您不能老抱怨啊 行动力 解决问题的办法 来 您怎么打算 我提出过出去住 住哪儿去 就租房子也好 还是租哪儿 租县城里边 多少钱啊 一个月 一年下来的话 也就五六千吧 看过吗 小朋友的这个上学问题 在那个房子那儿 能解决吗 他不同意 不是他同不同意的问题 是你想做这件事 你有没有去付诸于行动姑娘 我去付出了 但是他不同意 我又害怕 因为我这个事 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我执意搬出去 就导致我们这段婚姻 那是不是 他如果说我搬出去了 他还跟他父母在一块 那你说我们 那你可以不要他了呀 淘汰他呀 你不是不愿意吗 淘汰呀 反正现在也是个淘汰状态 还有什么不改变 所以你看 就是因为你害怕失去 所以人家可以这样做呀 还没离婚呢 就是付了个气 你们俩都在干嘛 一个没有驾照的公民 要带着五六岁的小孩 开车 谁都拦不住 逼得家里一个老人 我不知道是拿起了锄头 还是拿起了什么 敲碎了玻璃 才能把人拦下来 你怎么那么大的脾气啊 一个做爹的 闺女儿那么小 老婆带娃回了娘家 明明知道是父亲 三四个月就去看一回 干嘛呢 所以你们怪什么公婆管啊 可不是得管吗 别说公婆了 你像我这外人 我一听这事我都得管 就咱们就把这个事 一一地给它串在一起 我们就能描绘出一个日常的常态来 婆婆没少帮你带孩子吧 是 你看手机的时间 至少50%是在自我娱乐 而不是在兼职 是还是不是 不是 兼职做什么 类似于客服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三四千吧 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呢 对 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六七千 你们一个月花多少 他花钱比较大 你们家谁管钱 以前是他管钱来的 现在是我管钱了 因为以前 比如说我给他五千 他就想花一万的那种感觉 只要看见的 自己喜欢的都往家里搬 比如衣服 穿都没穿过 不大时间就全扔了 我啥时候见啥 往家里搬啥来 他就是扣 你想想他吃一个螺蛳粉 他都得今天回来问我 你是不是又吃螺蛳粉了 然后我吃个苹果 我吃一半 我放那一半 他就说 你看你这苹果吃的 吃一半又扔一半 那吃一半第二天还能吃呀 对不对 我不是说怕你吃 你知道吗 我是说 咱那个东西 咱尽量不浪费 你知道吗 这没办法 所以他们是夫妻呢 我来回答你 我告诉你 为什么不想让你吃螺蛳粉 是跟咱妈咱爸在一个锅里吃饭吗 那边老人把饭做好了 您天天吃着螺蛳粉 您觉得 是我们家人做饭很难吃吗 生活讲道理 我这道理错了吗 没有 没错 所以啊 你看你们这些破事 哎呀 生活那么多姿多彩的 陪孩子的时间 烂七八糟 那么多事 你们为什么在这个破事上吵 还就为这点破事 居然还能回了娘家 你现在是一个母亲了 你们不是公主了 行了 你也有问题 嗯 你们听你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吧 我对我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大夫 我问你 如果在家里 明明妻子做的是对的 但你父母认为是他错的 你也会认为是他错的吗 我不是说 我看谁呢 我我我我首先会看那个李 你在 这么多年的婚姻当中 父母和妻子产生矛盾 嗯 你指责过父母吗 有过 那说明他还是讲道理的呀 没有 从来都没有 反正至少我不知道 我一次都不知道 反正 一切都是你的错 对 他都向着自己的父母 对 你知道为什么呢 他没有底气啊 你们一家三口 吃着用着都是他父母的呀 嗯 你们完全可以离开这个屋檐下的呀 你的妻子 为什么这么做 你刚才说 买东西也很随意 花钱也很随意 孩子都不管玩手机 为什么 他没有生活压力呀 就像赵川老师说的 父母才是你们两个人家的东家 东家说一句都不行吗 如果你们到现在还在跟着父母的脑 很安逸 人家还不能说一句话 所以作为一个女人 我们自己还是应该有点自知自明的吧 你嘴上说是吧 哎呦我要离开这个家 我要离开这个屋檐下 你离开了没有 你现在是赌气住在娘家 也在吃着自己娘家的饭 自己要有志气 要给孩子做榜样 不管谁对谁错 先离开这个屋檐下 凭自己的能力 养活自己 养好孩子 所以你们两个人 拿出自弃 离开这个屋檐下 你说你离得开这个家吗 婆家 离得开吗 我愿意 愿意 你离得开吗 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呀 现在是你被自己架在火上烤了 你回娘家 觉得那边能好言好语 请你回去 我告诉你 这回婆婆一定不会请你回去 那你怎么办 至少你老公还有占个笑啊 对不对 可你不笑啊 你回到自己娘家 你的父母怎么想 灰溜溜地回来 等着接 没人接 你想受着公公婆婆对你的照看 对你的帮助 却我要凌驳于他们之上 你凭什么呢 你应该认清楚事实 好不好 至于你现在回不回婆家 你来定 这个台阶不好下 关键看你老公给不给你下了 愿意接他吗 愿意 那为什么不去做 我当时去了 但是他 他还没回来 你接的是孩子 你也在给你老婆一个下马威啊 你敢离开 你就得自己灰溜溜地回来 你从此在我们家就抬不起头 我要让你知道 你在我们家什么地位 这是你心里想的 他在家里面召唤孩子 是你们俩共同的决定吗 对 但是有的时候啊 他 我感觉他就 不顾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你指的别人是你的父母还是你 我 那你为什么有什么话 不能直接跟老婆说 在小家里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非得要拿着父母的枪 来去打自己老婆 就是我说了 他也都不听嘛 不是啊 你在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分出 你的小家和大家 这有一个区别的 你的心不在小家 你的妻子是看在心里 是良在心里的 所以说你真的 你应该提出来搬出去 你老婆做有很多不是 但是你们的小家过 你们俩是主人 而不是你的父母 你能搬出来吗 可以 真正的好日子 一定是自己过的 而绝不能有外人插手 否则你们家会乱七八糟的 给你们建议啊 这次呢 你也别回婆家 你呢 从婆家出来 你们租一个地方 好不好 试试自己的二人世界 自己带孩子 看能不能过好这个日子 现在小宝宝谁带 现在我上班的话 就是我母亲带的 那个你不带 孩子挺好的 我就告诉你这个 然后我问一下 就是当时他带着孩子走 几个月 你就去看了一次 我问你 要不是因为孩子在哪儿 你去吗 他一次都没去过 要不是因为孩子 他带走了 你去吗 去 行了 你说去就行了 然后现在 你把孩子也接回来了 接回来之后 你去了几次 也去了一回 但是 一回了是吧 就他在娘家 然后你就把孩子接回来 你就再去了一回是吧 对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听明白了吗 你不重要 而他们 现在带着孩子 他们家过得挺好 孩子 有人照顾 我问明白了吗 哎 好嘞 你对这个婚姻啊 已经不积极了 你对你们两个的感情 已经不积极了 因为 因为从 他都不带否认的 直接跟我说理由 对 他的理由就是 他老欺负他什么的 就类似于此 对吧 你对你妻子的态度 完全没有积极态度了 对吗 对 这是告诉你的第三件事 你真别以为自己多重要 你可以说他 说这个人啊 他良心坏了 这个人跟结婚的时候 比他没那么爱我了 先问 自己可爱吗 这位妻子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自己可爱吗 不可爱 哎 你也知道不可爱 第一点啊 我告诉你 你有几个地方 为什么不可爱 第一个 你做事极端 一个极端的人 能逼着一家人 跟着他一块极端 你有多极端 你没有驾照 因为一时生气 敢带着孩子 开车要走 你公公除了上来砸车窗 他还能怎样 第二个 谈恋爱 你要谈一个什么人呢 这个人消费点 有节制 以后日子能过 这位妻子 您消费有节制吗 然后接下来 谈恋爱的时候 要谈一个讲道理的人 不能预示双标 不然的话 结婚就会出现什么事 就会出现这种事 双标 我觉得你欠我钱 我不开心 可以跟你要 嘿 你还欠我三万块钱呢 哎 你明明给我了 搁那洗衣机上了 我不要 我不要 可不代表 你收起来以后 我不提 我可以跟你要 你不能给我 寒碜我 这叫双标不讲理 说了这么多了 这位妻子 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考虑一个活了49年的人 他刚才给你这几条 咱们修正一下自己 遇到个台阶赶紧下 因为现在人家正在习惯 没有你的生活 孩子现在没有你 孩子人带得挺好 哦对了 忘了说最重要的一点 身为儿媳妇 你没用 第一个家务你不做 每天中午做饭 是公婆给你做 第二个 你每个月赚钱多少 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有可能不赚钱 还老花 第三个孩子流鼻血了 全职妈妈 居然是自己婆婆先看到 哎呦喂 我们那孩子流鼻血了 你没用 我要是你考虑一下 刚才我说的这些话 咱们在生活当中修正自己 虽然这个丈夫 现在你也挺没用的 真的 我要是你的话 自己勇于面对生活的琐碎 带着老婆孩子出来当过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成长 原来没了爹妈 我这媳妇什么都做不好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生活原来不易 所以呢 就是 再给个台阶 让他回来 咱们如果要是懒 生活就这么继续 前提是 这位儿媳请你学会 咱们懂点事 好 我说了 孔子说三十二历 历什么 是不是陈家历业 三十二历 从来不是陈家历业 三十二历历什么 历三样东西 第一个叫历智 你有志向吗 你未来的道路是什么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将来自食而不惑的时候 你不惑的是什么 你将来要做什么 为这个社会付出什么 志向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历生 什么叫历生 你能不能独立生活呀 你找那个工作 能不能供养得起自己呀 能不能供养得起那孩子呀 第三个叫历 历业 无理也不利 你们对公婆是怎么样的 对爸妈是怎么样的 有理吗 你知道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你和别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怎么处理吗 三十而立都三十岁了 还把寄生虫当的津津有味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悲哀 我也不知道 今天站在舞台上面 大声斥责对方 你你是马宝 你是怎么样 有脸说吗 姑娘 有脸说吗 少爷 就这样 就听起来挺难受的 就现在有一波女生就觉得说 我嫁人吗 我应该是怎么样的 他们给他们自己想了一种生活方式 到我们这个岁数了 我今天要是回我爸妈家吃饭 我真的不敢之前垫很多东西 做了再不好吃 都得玩命往里头噎 吃的少了就跟爸妈说 说什么 哎呦 这两天我减肥呢 我吃的少了一点 我们真的不敢 就心里面特别有敬畏 你们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 你们搬出去住吧 要不然孩子也回来 就试着独立生活 总比这样好 你们过三个月 哪怕再搬回去 我都建议你们先出去过三个月 感受一下什么叫生活 你是为谁哭吗 为自己的命运哭啊 还是为未来的苦日子哭啊 还是为什么哭 你说说没事 我们不是为了训你 我们是为了说 怎么让两个年轻人 有一个六岁闺女儿的那个家 能够越过越混混 你说没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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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跟他一起搬出去 你愿意吗 愿意 你说愿意跟他一起努力吗 愿意 你们俩一起去努力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岁 我们咱俩 相思到现在也六七年了 六七年时间了 我希望你呢 呃 把以前那些毛病呢 啥的 你要都改一改 你要是在那样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我感觉 咱们这个 后半生 我感觉很难再走下去 我其实不知道 我该说些什么 确实我有我自己的问题 很多时候 我总是口之心非的 我也 我刚才也听了 老师们的建议 我自己也知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很难 实在不行就自己搬 实在不行就自己搬嘛 佛家回不去嘛 自己 眼面上不是下不来吗 自己搬啊 自己搬了自己 先生活一段啊 脱离自己的父母 脱离自己的娘家 这也是婚姻成长的一种途径啊 我该看孩子看孩子 我该送孩子送孩子 我管不了了工作特别忙 我就把她送到公婆那儿 公婆过搭把手照顾一下 是啊 成长啊 这就是成长啊 没有什么难的呀 只要你想做呀 可别再在父母家再待着 娘家再待着 等婆家来接 他们不会接的 男生要做的事情 就是现在要一起 要去做自己父母的工作嘛 跟父母讲我们成长嘛 对吧 她也在改变嘛 慢慢再往一起融嘛 这个就 慢慢来吧 这就是生活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6 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预测一下他们会出吗 我断言还是算出 男生出 我觉得男生应该会出来 我觉得双出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中国中间 这妻子是什么 心理上过也不去 就我 我 我怎么能低头呢 其实没什么嘛 错了 咱们承认错 改了就好了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谁让你让我看 谁让我看 我看 谁让你 在这儿跟先生父母说一句啊 孩子们要搬出去 不是不爱你们 不是说未来不给你们养老 不是要脱离你们 他们想搬出去 是想更独立的成长 如果为了他们和你们 未来更好 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希望二老能支持他 谢谢你们啊 谢谢谢谢 来请回 谢谢 谢谢老师 来请回 谢谢 时间真快啊 真没有想到95年的年轻人 已经站在我们的舞台上 已经结婚7年了 好吧 祝他们早日独立 来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快30年了 他现在变得 岁数越大越黏人 年轻时爱管 也就算了 这么大岁数呢 只要不在身边 就疯狂的给我打电话 弄得我很没面子 这30年 我跟他吃了多少苦 对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他根本看不见 还把我对他的关心 当成他的约束 我们俩的思想 总是不那么一致 我让他干什么 他和我都唱反调 我真的很无奈 如今我的身体 越来越不好 他也不懂得关心我 我真的很含金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袁先生 53岁 来自河北 特地 刘女士 49岁 来自河北 无业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结婚多少年 结婚29年了 用一个词来形容 自己29年的婚姻 那是一个煎熬啊 煎熬 对 您用一个词来形容 29年的婚姻 怎么说 29年过得 不是多么愉快的 您妻子说不愉快 丈夫说煎熬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词 组在一起 可以造一个句子是吧 29年不愉快的煎熬婚姻 来 咱们听听先生说 怎么就煎熬了吧 29年的婚姻了 我觉得吧 我在这个家 付出的也不少 但是呢 他这个人呢 老是比较粘人 整天 给你通话 打电话 你到哪儿 他就跟着你到哪儿 而且呢 你想做什么 他都要给你 顶着干 不是这样的 他说我粘人 是怎么粘人 他出去喝酒了 我给他打电话 有的时候他不接 我怕他 过多了 身体有什么问题啊 我是这么回事 原先呢 我是在家做这个 木材生意嘛 有一些客户 吃饭的时候 他就不让去 说什么呢 给人家拿出来个钱 让他们自己去吃吧 我说这怎么好意思呢 再说 还可以交流交流 这个买卖嘛 对吧 而且刚刚做到这儿以后 十分钟就一个电话 停十分钟一个电话 还有最让我记得 这件事就是什么 我北京的一个同学 我们都几十年了 他们在北京工作 然后回家以后 我们想聚一聚 这件事我就说 你不去不行吗 我后来我就不跟他说那么多了 打完电话 同学一直在催我 我就自己去了 结果去了以后 他打电话 我不接 自己就跑到那儿去了 到那儿以后 他也不进门 就在门口站着 非常尴尬 很没面子 这为啥不进门呢 那次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要是接了 我就知道他没事了 他一不接电话 我就觉得 他在外面有事了 因为他有一次 他喝酒喝多了 他回来的时候把脸上碰了一大块 我是为了他的身体 不是 您去了干嘛不进去呀 也喝了 不是 人家在那儿都喝酒 我也是不愿意去 他就是喝 喝罢了 我就拽着他回去就行了 我是这个意思 行 他有的时候喝多了 你知道 他喝多他不回家 去哪儿啊 他出去转 他酒醒过来 他再回家 弄得我一晚上都不能睡觉 有的时候 经常说喝酒 然后就夜不归宿 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不是那样的 不是夜不归宿 是怎么回事呢 把酒醒过来以后 然后再回家 您这喝完酒以后 几点钟这酒就醒啊 看时间了 一般就是一个多小时吧 理解了 就是妻子老管着 丈夫喝酒嘛 丈夫觉得不自由 是不是意思 是这个意思 行 那也不至于就煎熬嘛 这不是也好心吗 是二十九年都这样 还是近期才这样 经常吵 那接着我想 请先生来说说 怎么叫跟您对着干 结婚以后那是九几年 我就跟他说呀 我要咱到城里去 我去打工 你能在家呢 把这些地种好 看着孩子就行 只要说出来这个以后 不行 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呢 家里边有孩子 你还得照顾 你得种地 我照顾不了 你不能打工 那您到底去没去打工啊 去了 那还是没听啊 我不能听他的呀 主持人 我跟你说一下 我为什么说 不让他去城里打工 那个时候 他母亲去世了 我到他家 我才二十一 他父亲年龄也大了 有病 在种地里 我也不会种 还有个孩子 我说不行 等孩子稍微大一点 去城里打工 就这样 我跟他说 他非去本 当着机会 也没挣到钱 又回来了 那不是出去 都能挣钱的 是吧 那不是机遇吗 机会机遇 对不对 行 反正就结果是 没挣到钱 回来之后又怎么了 对 最后呢 我看这个人 那个我们这个村林 搞了那个 一个大棚蔬菜 是吧 我看那个 我们县城也非常近 然后呢 也方便 我就说 咱也按人家这个模样 要比他好一点 建一个大棚 种一些比较这个稀有的菜 这样的话 拿到城里去卖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他就跟我说 你哪来的钱呢 你盖大棚需要投资吗 是啊 我说这钱嘛 咱两个人去借借 对不对 他就说 那你借你借去吧 我不借 那最后大棚搞没搞啊 搞起来了 正没挣钱啊 也没挣到啥钱 反正 也没赔钱 这您有什么好说的呀 没一件事 你不让你的想法做了吗 对不对 我说主持人 我给他借钱了 当初他弄大棚的时候 我是为什么不同意 你看人家弄大棚 能挣钱 不见得咱们弄大棚 都挣钱 因为这个弄大棚 这个事了 这不是个小活儿 张绿借钱 那不是多么容易的事了 当初我给他认识的时候 我妈都不同意 他家里条件太不好了 那个时候我也年轻 我说他这个人挺能干的 我说自己挣吧 我都回我妈的家 都没法借钱 结果弄大棚也没挣了钱 也没还了人家的钱 那不就赔了吗 不是赔到没赔 后来我发现这个大棚呢 种菜呢 他没有这个 倒灯这个菜挣钱 从生产商变成经销商 不就这意思吗 对对就这意思 怎么样 他就是不同意 不能干 干没干 没干 这个没干成 为什么不能干 因为咱自己种的菜 还不行吗 再倒过来菜 一天卖不完 不是坏烂了吧 烂了这不是赔钱了吧 走了 这次你赢了 是吧 他还拦过您什么事 后来我不是木工吗 有这个木工的手艺 然后对这个木材呢 也都非常了解 那个年代吧 正是正在修房盖屋的时候 我说咱抓住这个时机 抓紧时间做木材生意 他就说 你做这个 做那个 你这个东西 你能保证赚钱吗 我说做生意 谁也不能保证赚钱 是的 只能用力去做 用心去做 对不对 后来怎么样 后来是也做起来了 这买卖现在还在做是吧 二十四年的时候 二十四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又不再做了 因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青钢啊 是一四年吧 一四年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水泥啊 青钢啊 这些塑钢啊 这些东西 全部把这个木材东西全部代替了 所以说那个圆布呢 这还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对对对 那做到一四年之后 这几年做的什么买卖呢 这几年转站到这家具上了嘛 咋样 也不行 还反对吗 您听我说啊 主持人 这最让我烦的就是什么呢 我在当时这个看木材的时候 我看到这批木材非常的挣钱 然后把钱打过来以后 陆地就能赚一半 我说你把钱抓紧时间给我打过来 结果说没钱 不是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嘛 到底是有钱不打还是确实没钱 有钱 那个 那个 那个卡上钱我知道 怎么能没钱呢 那卡上的钱 不是 卡上有钱 为什么您自己不转呢 因为钱都是他管着 我没拿钱 这这么回事 我为什么不给他转钱 是有原因的 他那次在德州 他装了三车小镜幕 他说这个车镜幕到家都赚钱 赚四万多 结果赔了两万多 你说我又没有再跟钱 又赔了这怎么办 我在我家借了七八万 你说我害怕不害怕 害怕 那我想问问啊 这个现在在外面还有计划吗 还欠人钱吗 计划基本上没有计划 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啊 还是比以前差啊 经历上不如以前 哦 为啥 我总觉得生意也好 很多记忆也好 明白吗 都是因为他 哦 擦架耳朵 你是觉得你应该更加的富有 但是你现在没有那么富有 是因为老婆拦着你 断了你的财路 是吧 对 就这么回事 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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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话里话外也说了 嫁的时候家里就不同意 后悔吗 后悔 现在家里面的钱还是您管吗 谁挣了谁花 我不挣我就不花 那现在你们是分开了 在经济上 算分开了吧 算分开是什么意思 您做什么呢 我现在 我去年我做的子工基流 我现在没干什么 哦 您休息 我休息 那您做什么呀 我现在跟人家简直嘛 就这个营销里这方面的工作 因为我有这个营销经验嘛 所以您现在等于 自己不做买卖了 对对 不做买卖了 给人打工了 对对对 是吧 那这不就好了吗 她的事过日子不就得了吗 还吵啥呀 不好 我在这个家 怎么做也不是人 嗯 在家每一次都是调我的刺 你说咱现在这个年龄 咱们不如在家住吃山公 对不对 你该挣的你得去挣 是 所以您现在想着 我还要到外面去奔 是吧 对呀 您的想法是差不多了 就在家里待着 咱手有点地就行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呢 我在家做了 有多大的付出 都看不到眼里 呃 年轻的时候 孩子生了不样 看病的钱都没有 我都会 我妈家借钱 现在我带着三个孩子 这么大 我不容易带三个 我三个孩子啊 我大儿子都结婚了 两个孙子了 我二类姑娘 三类姑娘都在上学呢 啊 所以得挣钱啊 他不要挣钱 我挣钱 我怎么不挣啊 他要一个月挣五千块钱 那 我帮你找啊 他就这样一直 要挣我 他说为难我 不是 我轻姑娘出去 都是五千块钱嘛 你挣不了五千 你挣三千也行啊 这不老是在家待着 对不对 不是 你们现在的冲突到底是 大姐愿意在家里待着 不出去挣钱呢 还是说人家出去挣你钱人挣得少啊 我觉得发现他是不乐意出去 我去找来没有 你就是看我不顺眼 在家我做了饭是 你找他回去怎么说 他说这人吃的饭吗 他说 不是人吃的饭我没有吃 孩子没有吃啊 你做啊 你为什么不做啊 那我没做吗 对不对 你做了几顿哪你做的 就是老是我不对 你都看我不顺眼是吧 不是不顺眼 你老是 你老是强词都离 老是呢 什么人都管 我不管你管 有的时候孙子过来了 你说不带孩子 不带孙子 孙子要过来他给我吵 为什么又带孩子 你家的孩子 你不带这样 这样谁带啊 你记住一句话 孙子是他们看的 不能一直沿着你 我就觉得老是他思路不清楚 好好好好 听懂了听懂了 这个还想问问啊 俩闺女儿现在多大了呀 闺女二十二了 还在读书 她还读大学呢 本科 本科 小的呢 小的十八了 上高二 哦 学习成绩 还行 差不多 大儿子是什么学历 大儿子是大转 这不是人生赢家吗 赢啥家 这个五十出头 俩孙子了是吧 两个孙子 五十出头俩孙子 一儿俩女 这人生赢家 你们还在这吵啥呀 这前半程赛道跑得多好啊 跑赢了百分之九 我不能说百分之九十吧 至少跑赢了百分之五十的人 你不骄傲吗 骄傲不起来 咋骄傲不起来啊 就是说 你想你养了三个娃 对 俩娃都受过高等教育 第三个孩子正准备去接受高等教育 然后还有两个孙子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事儿听明白了 就这么点事儿吗 婚姻里面的就这么点事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看我不顺眼 就是看你不顺眼 怎么了 我上家怎么做怎么不对 就是你怎么做怎么不对啊 因为你看他也是一样的呀 我们不用说那些细碎的琐事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问过你 我说你说这个男人什么嫁给他 你的原话是什么 能干 对吧 原来我说能干的 能干的概念 在很多人能干的概念就是 脑瓜子灵光 啃吃苦 这些年他偷懒了吗 推到没有偷懒 你看 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的 没有偷过懒 对吧 这是公论吧 只是说心思有点活 看到什么 听别人要挣钱 总想去 把钱快点捞进来 没错吧 这就是人嘛 这不是你当初最喜欢他的吗 他没变呀 所以你看你们俩 是不是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我干这个他不让我干 他拦了我的财路了 如果他要顺顺利地让我干了 我这事就成了 我今天可能就大富大贵了 对对对 这不是他的心理话吗 对不对 你耽误了我一身本领啊 所以他为什么恨你啊 你看 这个女人 让我失去了大富大贵的机会 你是什么 那要是赔了 那要是赔钱呢 怎么办 没有人怪责你 我就跟您说 他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想法就是这么来的 您的想法错了吗 当然没错呀 事情得稳定一点啊 万一赔了呢 可是能干人 能折腾的人 他永远他就觉得 我要干就能成 您是稳健性投资者 这是激进性 所以就这样 所以你们俩说了吗 不幸福的煎熬吗 对 你们问问老师应该怎么调整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件 您知道 爱人他还有一个 另外的名字叫什么吗 叫年人 刚才说到喝酒 他为什么和你唱反调 是因为你在喝酒的问题上 不顺调 如果不爱你 他何苦和你来唱反调 我请问大哥 你们两个人在感情上 他是不是和你一条心的 这没问题 其实我也问你 他做的 这不对 那不好 外面在打拼 虽然有风险 但目的是不是为这个家好 也是为这个家好 对自己的丈夫 能不能有一点信任 男人有时候 他就是要鼓励的 他去做 可能有风险 我们可以提醒 但是不是要这样 他做的任何事情 你都看不惯 看不惯的理由 就是怕他输 一个男人 他折腾 但是我相信 他至少比你 能把握市场 你为什么不给他机会呢 这也就导致 他失去很多机会以后 指着你 你看你看 都是你 把我搞成这样 你们两个人缺少什么 就是彼此的认同感 顺调反调 它就是婚姻的味道 就是生活的味道 你也不要太 上纲上线 吹猫秋迟 你们现在不是在证明 做自己当年的选择 错了吗 实施证明没有错啊 为什么要做有错推定呢 供你们参考 供你们反思 谢谢 大姐真不容易 当然 基本上家里就是靠您嘛 三个孩子 都在成才 或者成才当中 而且有两个孙子 而且还有一个呀 不听话 不给力 不支持的老公 的确 可能 因为大姐的固执 而失去了一些机会 但那出于什么呢 出于对这个家安全的考虑 因为大哥 你也不是说 没有失败的案例 对不对 好几件事都没有做成嘛 机会给你 你没有把握住 那请问 还能给你下次机会吗 大姐这边 吃苦耐劳 对吧 但没有被大哥看到 是因为 他自己的那个价值感 没有实现 所以你们两个人 都有优点 关键我们在于说 互相的欣赏 你注意看对方的优点 同时和自己的缺点 相补 这样的夫妻生活 这样的婚姻才能 稳定地前进 大哥可能你的事业心 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你去跟朋友喝酒 对吧 诉说心中的苦闷 但是真的 在你宿醉之后 要回哪啊 还不是回家 为什么呢 安稳 踏实 对不对 这就是婚姻当中的 最幸福的点 所以两个人啊 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 好不好 这样你的日子 会越过越幸福 你当时要打工 是想把家里的地 留给家里的老人 和家里的女人 对吧 对 他当时拦的有没有道理 你出去打工 我们不问你 打了多长时间工 你打工打了一圈 后来怎么又回来了 片约不好中呗 所以当时他拦你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是有道理 有道理 好嘞 然后你非要中大棚 你老婆拦着 你那大棚中了一圈之后 发现白费劲了吧 对对 你老婆当时拦着 有没有道理 你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你抱怨你老婆拦着 让你错过了好多机会 你怎么没看到 你老婆不是次次出来拦着的话 她有没有可能帮你躲过了好多坑 这一点你觉得 我说的有没有点对的地方 是 我告诉你啊 有这么个老婆管着 是难受 但也是福气 她怎么没不管你啊 还不因为你是她孩子亲爹嘛 然后就是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啊 先抱歉 您有点急功近利 你到现在都是 你别在家做饭了 你出去最好找一个一个月 挣五千块钱的工作 还是钱 咱们二十九年日子过下来 除了钱之外 除了赚钱之外 咱有点别的追求吗 德哥 我觉得吧 小的时候是穷怕了 这钱嘛 还得去挣 不管到什么时候 就挣钱去 这么个意思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得追求挣钱 所以我说您急功近利嘛 当一个人眼里 只有一个目标的时候 好多现实的成绩 你看不见 你们二十九年的婚姻 咱们先不说感情好不好 成绩明摆着 儿女双旋 而且已经三代同堂 下面还有两个孙 对对 这是成绩吗 你这二十九年日子 大哥你告诉我 这二十九年日子 你白过了吗 对对对 您呢 您这二十九年 觉得白过了吗 没有没有白过 没白过吧 这就成 咱们的婚姻有成绩 我们看一个婚姻 看感情好不好是一方面 看有没有客观成绩 是另外一方面 从客观上看 你们的婚姻很成功 二十九年日子过下来了 你们满园半天了 现在这样啊 我问一下 你丈夫就今天 咱们别说年轻的时候 你丈夫就今天 他身上有点好的地方没有 怎么说啊 有的时候听话 有的时候不听话 有的时候 有听话的时候吧 有听话的时候 那您就别老 那您就不要只说 他不听话的时候 这么一个男人 还有听话的时候 你不满意啊 以他那脾气 现在这边就这样 以他的心智 他那心气 他有听话的时候吧 有听话 好嘞 你老婆二十九年 现在身上 有没有点地方 你觉得欣赏的 有 什么 他主要是对这个父母 对家这个老人 都非常孝顺 这样 家里放心吗 放心放心 对父母也好吧 对对对 所以 彼此过到今天 看看对方的优点 看看咱家的成绩 我说完了 我跟你讲 你老婆啊 是你无能的遮羞布 她的存在 遮住了你的无能 你知道为什么 如果没有你老婆 你今天就是一个 烂醉如泥 身悲俱债 天天躺在床上的 孤挂老人 那不可能 你听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 很简单 你和你老婆那么多年 你说她处处拦你 她拦住你了吗 你所有要做的那些事情 你不都做了吗 打工也打了 大鹏也做了 木材也买了 是不是 亏钱的那些事 你都赖在她头上 她拦住你亏钱那些事 你说她拦住你挣钱 我问你一件事 你是个木工 过去二十年 中国装修市场最好的二十年 为什么你没干木工 为什么你去干了大鹏 为什么你去干了卖木头 为什么你不靠自己的手艺吃饭 很简单一个道理 因为你依赖嘛 你很依赖她 你做的所有事情 你能离开她吗 有本事 你不要这样的参与啊 你去啊 对不对 打工你打下去啊 打两年工三年工 十年工二十年工 打呀 你去盖你的木工去啊 木工你拉队伍啊 我为什么不做呀 不是别人拦你 他拦了吗 他拦了 他拦住了吗 他没拦住 他在你的生活里面 只是你的一个刹车而已 如果没有他管着你 今天你喝酒喝成什么样 你一个手上有手艺活的人 不靠手艺吃饭 天天笨着 我要去让我老婆去借钱 然后我要去做生意 你是做生意的材料吗 如果你干木工 干了几十年 你今年五十多岁 你干了三十年的木工 请问你今天能攒下多少钱来 今天你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 只是还完了计划 没有攒下一分钱 但是在你老婆的操持下 一手拉大了那么多的小孩 你把他拿来 当成你的背锅侠 所以啊 当老婆在你眼里 什么都不是 只是我把我所有的责任 不好的 我身上发生所有不好的事情 我都要埋怨在他身上的时候 一个男人 当你身上发生 所有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记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男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都自己做主 真的要做的事 有人能拦得住吗 没有人能拦得住 真的要借钱 需要老婆去借吗 不需要 我们自己去借 所以每一分钱 都可以自己去借 所以 没有人可以替你承担责任 责任都是自己 所以要对你说的话 至于对你说的话 你是对的 你做的事也是对的 你的方向也是对的 但是 能不能不要说的每句话 都扫人的信 都让人难受 我们是不是可以学着 先夸 夸完了之后 我再阻止 听懂了吧 你就算是一个刹车 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顺滑的 让人知道你杀的有道理的车 就这样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真情 我在家付出了这么多 你都看不到我的功劳 我告诉你说 你要是以后为了孩子 你要是能改的话 毛病能改的话 酒能不喝的话 咱们还能生活 如果你不改的话 我就下面走我自己的路了 你好好想一想 我感觉呢 这29年的灰阴 这点点滴滴过来以后 我总觉得吧 这磕磕碰碰 这里边的事儿 确实也挺多的 不管怎么说 能把自己身上毛病 和你身上毛病 全部去掉 那我们 我们的后半生 还是满满可以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还管呢大姐 为了假 为了孩子 这就是女人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波红兄预测一下 双出是肯定的 双出是肯定的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 怎么选择吧 请开门 中国宝殿 听门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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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么着急呢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多抱抱吧 抱着抱着 我们一起见证 没那么多的话 来 各位请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光 请见证 抱着抱着 辛苦了 我会把以前做不好的事 全能改掉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请亮灯 回去吧 大姐 把那个说话太冲的毛病改一改 好不好 然后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这个你既然知道大哥 你既然知道这个 他不喜欢你那么去应付 自己搂着点 好吧 有点分寸 加油吧 其实挺幸福的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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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回 谢谢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中年夫妻 看到他们在台上的争执 特别羡慕 因为有些婚姻活到中年的时候 连吵的力气都没有 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 心里连对方的芝麻链的空间都没留下来 那就是一个外人 那样的婚姻多惨啊 还能吵 还有关注 说明他们还有爱 祝他们幸福吧 广电5G192 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